我覺得我們可以先 地有好一件事情 我們不講時尚兩個字 不講時尚 對 發學可以嗎 喔 可以可以 好 這時候我去了巴黎 有一個當地的時尚產 是你意思 因為我也沒有想過 也不知道其實網拍檔 我是可以衝到時尚中 好啦 算了 算了 不要逼他 不要逼他了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名人說生活 今天這一集 我只能說可能是 強度最高的一集 因為他的氣場已經撐起了 我們整個攝影棚的所有的氛圍了 歡迎我們的Qi Li Han 嗨 又是Qi Li Han 今天請到你來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 地有好一件事情 我們不講時尚兩個字 不講時尚 對 因為在外面 太多人都跟你訪問的 都是李函的時尚啊 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今天不講時尚 你覺得你可以嗎 就是要把它變成 別的一個名稱子 是不是很怕講到這兩個字 講到就打手 喔 可以可以 第一個問題 我自己最想問的是 因為你以前是從模特兒開始 所以你可能接觸到 很多的服裝 很多的彩妝 很多的東西 你什麼時候發現 自己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自從一剛開始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 因為我以前是住基隆 一個很純樸的地方 喔 真的假的 對 後來我就開始念台北的高中 我同學都在打扮 所以那個時候我才開始懂得 愛漂亮這件事情 你說從高中的時候開始接觸這些東西嘛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 什麼時候才找到真正屬於 或是適合你自己的 那個時候23歲開始 我想要跟大眾的女生不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流行VV的感覺 所以很多的女生都是喜歡 戴草帽啊 穿蟹型鞋 然後大波浪啊 對 對 對 後來呢我想要跳脫那個風格 因為我發現台灣的女生 比較少走很暗黑個性風格 所以我想要當那個角色 而且你那時候才23歲 23歲 然後你就是 對不起 二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歲 更小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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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那種年紀的時候 你可能很難會找到自己 真正喜歡的樣子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 有想要模仿的對象 沒錯 嗯 但是因為我們看你啊 其實你已經達成了很多 算是KOL的里程碑了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哪一件事情是你很 目前已經做到 然後也非常的覺得 嗯 這個曾經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然後我完成 我覺得其實現在這個階段 已經比我小時候的夢想 還要再超出更遠 喔 真的假的 因為我也沒有想過 也不知道其實網拍棒 我是可以衝到時裝中 喔 哈哈哈哈 打有沒有 好 沒關係 這個我們會畫技 這個真的是不是很難 一撇一撇 對 因為 真的講到這些太多人 都會很想要跟你聊這些事情 那你去了Fashion Week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是很棒的一些事情 是你沒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那時候我去了巴黎 有一個當地的食尚沙子 哈哈哈哈 是你一直 沒關係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個 就是你知道我們可以好好的撿一些預告有沒有 就是很少看到那個李涵這麼的驚恐這樣子 沒關係 講出來 他覺得喔 講錯了 很Fashion的雜誌 對啊 很Fashion的雜誌 然後後來我拍了一些 我平常穿不到的衣服 因為那時候他們有給了我一個 馬當勒平常會穿的一個 秀服的品牌 然後讓我去 表現做自己 然後做一些很誇張的肢體語言 所以我覺得很酷 但是呢 因為畢竟你已經 經歷過這麼多的大風大浪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給你一點點小小的挑戰 好 好 現在呢 因為我們有準備了幾樣東西 但是 李涵現在還不知道我會挑哪些 那我們先從一個 先從一個簡易的好了 怎麼樣讓那個 油漆的那個兔的東西 讓它變得很時髦 我們就三連拍就好 好 三連拍 三個POSE 然後你決定他的命運 如果不好我們就把它丟掉了 好 我們就留著這樣子好不好 好 我們攝影師請就位囉 好 在這邊嗎 對 我們不會讓你有空間喔 三連拍喔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好 剛剛這個小釋牛刀一下而已 但是我不會指他哪一樣 我要他幫我們 你要幫我們穿一下這個羽絨外套 這有什麼問題 先穿這個喔 穿起來 好的 然後 然後幫我們拿著羽球拍 他戴著景枕 然後這樣子看要Fashion喔 可以嗎 好 可以 看你自己 沒問題 去演繹這些囉 好 好 來囉 不給他思考的時間 我可以混搭嗎 可以 Up to you 你可以放在什麼地方中 我要一個很Fashion的一個style 好可怕 他居然立刻就有想法了 好 來囉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我剛剛有一點點 有一點害怕 自亂正腳 但應該現場 如果以掌聲來決定 有過關的話 請掌聲 有 有 好 剛剛過關之後 現在在我們身後看到的 就是這一次 李涵跟 我跟謝謝的聯名 謝謝的聯名衣服對不對 欸 這一次你自己做聯名 你有覺得壓力很大嗎 畢竟你是一個Fashion的指標 非常非常大 會嗎 非常大 因為其實我平常穿衣服 我可以很低調 我也可以很誇張 所以我有 我有在稍微思考 其實可以 用個性的方式 然後大眾化 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這次主要呢 都是以金色的鏈子 為去 去打 我每件 設計每件衣服 那像 這一件呢 它是一個很貼身的洋裝 裡面搭配 鮑紋的印花圖騰的body suit 所以呢 其實裡面是這個樣子 非常的辣 好 剛剛我們稍微 考驗一下你的功力 但是我覺得 好難把你考倒啊 你覺得怎麼樣的狀態下 你是 沒辦法接球的 目前 可能在幾萬個人面前說話 這個是你目前覺得 是一個罩門 說話是我的罩門 但如果 我今天問你 呃 男朋友的事情 可以 完全不會 不會 就是因為 平常看到很多照片嘛 可能有一些小影片這樣 但 很少的就是你公開這樣 去聊 男朋友嗎 聊男朋友的事情 所以 呃 我們可愛的 文俊 一切都還好嗎 他非常好 好到我都想跟他結婚 生小孩 哇 對 這麼 哇 是立刻粉紅泡泡 有沒有忽然 你還變成粉紅色的 哇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你們是他撒嬌比較多 還是你撒嬌比較多 我比較多 真的假的 所以這一面 只有他看過 對 蛤好想看喔 你會不會很害怕我Cue你 忽然很想看 所以你通常如果今天遇到什麼事情 你會跟他撒嬌 例如他最近工作很忙好了 他可能比較晚回家 我就說 你 我說 我說 寶貝你 你不怕我不行了 好啦算了算了 不要逼他 不要逼他了 好 就是 寶貝你趕快回家好不好 我覺得一個人非常的孤單 我不敢 我真的沒有安全感 拜託你快點回來陪我 不然我真的 只有美女陪我 我覺得我好大老人 哇塞 我沒有做得很到位 因為我很害怕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可能平常 如果是只有兩個人 可能是這個的十倍吧 對不對 好啦沒關係 今天只是稍微 讓大家看一下你不同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 你的這一面 我一直很想要讓大家知道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這是 對你來講是一件很加分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 大家認識的Kiwi裡涵 可能只是某一些片面的 或是一些 maybe以前的Kiwi或是現在的裡涵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讓大家認識真正的Kiwi裡涵是誰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因為今天最主要來宣傳你的 那個聯名嘛對不對 但哪些地方可以買到這些聯名的衣服 好 哪些地方呢 就是謝謝的官網 謝謝的官網可以買得到 謝謝的官網可以買得到 OK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不知道聖誕節 還沒有買到衣服 就是這個冬天 你可能還沒有買到衣服 好好的支持一下 我們這次Kiwi裡涵 跟我們謝謝聯名 這次出的所有系列的衣服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你來參加 我們的名人說什麼 也算是我們的一個里程碑 然後希望未來我們一起成長 然後還有機會再採訪到你 好 好 再次謝謝Kiwi裡涵 謝謝 哈囉 Cbook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Kiwi裡涵 歡迎大家來追蹤 C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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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ook